第四章 约瑟和天使 约瑟是一个善良仁慈的人 她和玛利亚就来要结婚了 当她知道玛利亚有了宝宝的时候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 因为那个宝宝不是她的 所以她觉得不应该和玛利亚结婚 有一晚 天使来到约瑟的梦里 告诉她 玛利亚的宝宝是神的儿子 天使叫约瑟去迎娶玛利亚 还要她将个宝宝叫耶稣 耶稣会成为世人的救主 约瑟听从天使的吩咐 和玛利亚结婚